好了 緊接下來 我們要講一下 影像的效果 有時我們需要主體很清楚 而背景比較虛的 比較模糊 有時我們需要主體和背景同樣清楚 也有時我們需要主體和背景 虛實有切換的 有轉換的 各位觀眾 我們剛才聽到David所說 他原來攝影又要講一些影像的效果 有所謂鏡頭虛實這些東西 既完妙又豐富這些知識 令到我們在攝影方面更加能夠充實 我相信一定對你很有幫助 好了 我們希望你能夠繼續和David 保持密切的聯絡 我相信你和他一定不能夠齊驅並盡 向攝影的領域能夠更上一層樓 好了 緊接下來 就講講關於用燈的要求 也就是Lighting Requirements 先講一下使用的燈的種類 有一些LED的燈 也有聚光燈 油光箱 還有一些反光罩 以及一些反光板 如果你要表達好的藝術效果 用光是非常之很關鍵的一個技術 在佈置光的時候 我們才考慮到 我們的鏡頭是否應該是順光 翼光 或是側光 頂光 以及腳光 我們都要考慮 有時候我們那個光線的對比值 有時候很強烈 有時候很柔和 也有時候很均勻 所以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知道 在現場的時候 最佳的那個測光設置 或者是在現場之中 最起碼的最低要求的 就是那個測光的設置值 那個感光值 ISO 那個鏡頭的光圈 Aperture 和快門的速度 也就是Shot speed 和那個拍攝的距離 Shooting distance 以及那個景深的範圍 Depth of the film 這些都是影響著你拍攝的質量和效果